县府107年双博长青快乐人生退休公教人员联谊活动 今日在竹山镇登场 现场200多位退休公教人员到场参加 县长林明珍出席致意 除了勉励妥善规划退休生活 也关注年金改革议题 希望借由公正的司法体系审理案件 解决7月份即将面临的新制度 宋伯长青快乐人生退休公教人员联谊活动 新长林明珍致实表示 公教人员过去奉献青春 坚属岗位奉献社会 新政府上任后大幅修改年金制度 有时信赖保护的承诺 所以未来保障公教人员法定权益 将协助退休公教人员提起实现途径 争取应有权益 政府背信人民的 背信公务人员的这种 不切法令的 像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对公教人员都没有一点保障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座谈议来关怀 同时来协助我们这些公务人员 如何来提出实现 让我们的潜力能够获得保障 活动也安排下域能源联谊 包括真情向见欢 温馨祝福 也有健康养生想做 退休金改革说明 并国业演奏等精彩表演 带给退休人员关怀及温暖 议员蔡族 许舒霞也到场共享盛举 稍后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我们县长 清零现场来为我们这些 退休公务人员来做一个打气 希望说我们这些所有的前辈 可以把我们退休后的这些生活 可以规划的更好 非常感谢我们林明珍县长 他特别针对这次的年改的问题 也全力的要来协助我们所有的 这些退休人员 政府如果要改革 也要逐渐进式的 不是一次大减这么多 你看现在这个年金一改革下去 我们整个全国的经济状况 经济活络就退缩了很多 就是社会的比例一直下降 对整个台湾的经济发展会有所影响 林县长颁发敬老金 给九位退休公教人员 另外魏国明先生 也认识于前三国小 由林县长代表接受 国际佛官会 珠山分会 折证品给林县长一事简单隆重 县府27、28、29号 也将陆续在南投、水里、吉草存办理 另外三场市的联谊会